作为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崇尔 居然也有乐不思蜀的时候 这里是山东省辽城市持平望进台 当年崇尔在这里定居思念故乡 所以在这住一高台供他眺望晋国 七桓公非常后代崇尔 于是把齐国家族里的一位女人叫做齐江 嫁给了崇尔 并且赔送了20辆车 再加上一大堆房子 就这样崇尔在齐国一待就是5年 随着崇尔和齐江的感情升温 不仅慢慢的忘了自己的洪湖大志 可能连望进台也很少攀登了 为了成就崇尔复国大业 齐江割舍思情与崇尔的随臣 设计灌醉崇尔 秘密的将他再离了旗鼓 齐江也因为这件事成功进入了列女传 两年后的公元前636年 崇尔终于成为了我们长说的晋文公 又过了几年的公元前632年 65岁高龄的晋文公崇尔 终于成为了季七桓公之后的 另一位春秋霸主 一位春秋霸主